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SOHO NEWS 今天有一个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Channel有一位新成员加入 想拍下自己的视频放上来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当然十分欢迎 这位朋友其实大家都可能认识了 我都认识了很多年的就是Mark仔 Mark仔就会把他录下的视频放上来 大家都知道自己开一条YouTube Channel 又要经营又要经营又要营运 其实都很辛苦的 不是过这么多时间去开一个YouTube Channel去经营 所以Mark仔他就跟我说 他之前其实曾经将想着录这些视频的第一条视频 就去了另一个平台那里upload过的 那个平台upload了第一段视频之后 就没有再跟他upload了 而且他说那个Channel又没有给居马费他 就令到他没什么动力 我就这样说 我听完他这个故事 我就说 其实Mark仔大家认识了这么多年 又曾经是同事 你也在网络上都有少少少知名度 我给你少少居马费 就放上来我这个Channel 反正我都不是一个很密 去update自己的Channel的人 多个朋友上来upload 我当然很留意的 所以Mark仔也跟我说 他说行啊 他说如果有很多人像我这样 又不是常常经营自己的Channel 又是好像我那样独独的 那不如就放 即是他有些独独 即是他有些独独 即是他就放一些视频 上来我这个Channel 那我都说 喂 这个想法也好 但我都有我的这个编辑自主 不是人人摆都可以的 不过我看过Mark仔这个系列的头两集 那我都觉得都可以的 都可以继续试一下 那所以这个模式 就是Mark仔会放上来 这个show news 这里就会试播形式 试几集 那我给回很虚微的居马费 其实很微博都不敢说出来 那但是多谢Mark仔 就肯upload上来我们这里 那希望他继续录多些片 那大家可以在留言那里支持他多些 那其实很简单 Mark仔这个系列 我个人觉得 虽然他头两集是讲爱情的 就是这个听到的敌汉 但我以前曾经跟他 在这个和洛允禄的那个节目 叫做这个 One Like Stand 是讲清楚一点 不是One Like Stand 是One Like Stand 那里呢 是专辑爱情节目那里 就拍过他几集的 那么他都很有自己独特的爱情观 不过他无论他爱情观也好 人生观也好 人生观也好 财政观也好 什么观也好 都是离不开他那套哲学的 就是哲学 就是一个省自得贫的哲学 其实他很省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都相信 虽然他没有说 我相信他的保障一定比我 OK 他又不用拍拖 又不用买东西 但是呢 他这套哲学 我觉得他扭曲了他的爱情观 人生观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不过都听一下 就是 我觉得都反映了 在这个香港这个状况 有些人是 就是年轻人 他都比我 虽然他不是很年轻那种 都三字头 但是 就是一个香港这么高消费 高开支 高楼价的地方 就是一个 很努力做事 存到少少钱 但是又要省着省着 这样花的一个 一个 都算是年轻到中年初中 初中年的朋友 那他的一些想法是怎样的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在下面留言 Super Chat 支持一下 Buy Me A Coffee 帮忙买我们的产品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我们的Channel 和Mark仔 大家事不宜迟 看看Mark仔说什么 大家好 很久没有见 最近都有一些朋友问我 现在存钱是如何 老实说 现在这样的时势 存钱是有点困难的 不过呢 我都会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想一下有什么方法 可以省到钱 那就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呢 今天就有一件重要的事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呢 我有个朋友 有些感情烦恼问题 所以他就想大家 可以给他一些意见 给他一些鼓励 他这样的 不过呢 就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身份 他就要求我帮他改个化名 叫做Mark 但是呢 大家就不要误会 这个真的是我朋友的故事 来的 不是我来的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不要误会 首先简介一下Mark 这个人 其实呢 和他有点相似 他也是一个 比较文静 比较内向的男生 他的嗜好 也是喜欢上网 打机 看动漫 看股票 老实说 都是有点独独的 他几个月前 就和朋友 就开始玩Bot Game 就认识了个女生 那女生玩了几次之后 都发觉 大家都好像挺合谈的 而且呢 那女生还主动约他去街 约他去街 他就说去街那次呢 那他们走完街 就去吃下午茶 那女生就吃下午茶 途中呢 就突然之间问Mark 就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那之后呢 就跟他说 都有兴趣想了解Mark 多一些 想和他拍拖 那他妈呢 那一刻呢 就很紧张啦 他就 当同就考虑 就说 要考虑一下先 那呢 那呢 那女生听完之后 就当然是面有蓝色啦 就 然后呢 阿妈就 都都感觉到 感觉是 有点尴尬 有点不对劳 那他就尝试 就補飞了 他補飞他也是说 我都知道你是一个好女生 那我都跟你一起都很开心 不过 所以我会考虑一下 我会认真考虑一下 那 那女生听完之后 更加觉得 不舒服啦 那他就很快吃完之后 就放下了100元 那就走了啦 那 那事后呢 刚刚刚那个礼拜的日呢 本身他就 他们就 整班朋友一起玩 Bot Game 那但是呢 那女生就 臨时就放飞机 就没有出现到 那阿妈呢 就开始有点担心了 到底是不是那女生生气了 所以就不再 不出现在 不来玩Bot Game 所以就 所以他就有点担心咯 其实一听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有点不值得的 即是呢 我也没有女生说要主动要认识我 但居然有女生说要主动要做他女朋友 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很妒忌 即是如果是那个女生的话 我当然会生气啦 即是我一个女生 鼓起勇气和你表白啦 想做你女朋友 但你居然跟她说要考虑一下先 即是一听就觉得你是拒绝我啦 那你请我吃柠檬 我当然会难堪 当然会觉得不开心的 还有呢 我听回来 阿妈应该就没有再去回覆别人 你究竟是不是跟他拍拖啦 那你拒绝了我 那我还怎么会再跟你一起玩的 那这样的场合 我都自己会觉得尴尬啦 所以你女生不出现 其实都很合理很正常啦 不过呢 我又明白呢 第一次拍拖呢 难免是会紧张的 好像阿妈这些人呢 很容易会说一些无灵良好的答复啦 即是我明白呢 其实他就 即是他说考虑一下呢 其实就是OK的意思的 只不过是没有勇气去很决断地说可以啊 那所以就 就 就给了一些这样的答复啦 那我 不过我又会和阿妈说啦 其实呢 即是拍拖是一个给大家了解对方的过程啦 即是如果你对女生有兴趣的话 还有有时间的话 那就当然要尽快答应别人啦 更加重要的是呢 这个女生呢 看来都好像很大方那样 这次吃下午茶 她都请阿妈吃下午茶啦 给了100元 还有20元找啊 如果我是阿妈的话 我当然要多这个女生几次 吃多几餐饭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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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